艺人徐若萱昨天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呢 就讲到了感情问题咯 他自己承认说有喜欢的对象 但是没有时间发展 搞神秘勾起大家的好奇心 一徐绿色深丽礼服 头戴一朵红花 徐若萱穿出红配绿的艳光四色 毫不熟悉 和冯德伦划清界限之后 徐若萱曾说过 2010年要完成终身大事 有喜欢的对象 但是没有时间发展 还挺神秘的 谈感情一脸幸福 徐若萱也大爆内幕 前阵子胖到连衣服都穿不下 吃到有一天我要去工作 要穿这一件衣服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件衣服 我发现我的拉链拉不起来 然后就知道 惨了我胖了 花了十天就瘦下五公斤 如果感情跟控制体重一样容易掌握 那就太完美了 徐若萱一席话勾起观众好奇心 媒体也玩起 谁是真命天子的猜谜游戏 中间新闻吴文奇综合报道 还为所有观众都需要 对FS